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今天堂堂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血栓都是吃出来的,不想血管被堵住,这饲养食物赶紧戒掉。 提起血栓大家都不陌生,它就是咱们常做的血块。 虽然在正常情况下,身体形成的血栓会很快被分解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压力,饮食等因素,血栓形成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而分解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 血管不想堵,少碰四种食物。 可能引起血管堵塞的食物有很多,其中最突出的有以下四种。 如果你不想血管堵塞,最好少碰它们。 1. 高盐食物 咸香咸香,咸能提味,这让很多人都贪食咸味,但过多地吃高盐食物,血管可受不了。 高达9.5%的心血管代谢死亡,与盐摄入过多相关,与10.4%的冠心病死亡,21.4%的高血压性心脏病死亡,10.7%的促中死亡密切相关。 除了食盐,像鸡筋、酱油、蜜腱、火腿肠等隐形盐更要提防,减少它们的摄入量。 2. 高糖食物 和高盐食物相比,高糖食物可能就更受欢迎了,高糖食物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像一些可乐、果汁饮料、运动饮料、酸奶等,都是含有高糖的食物。 如果摄入太多含糖量比较高的食物,会导致人体血糖以及甘油三脂的水平升高,同时还会使得脂蛋白水平降低,因此会增加血液粘稠度,对血管极为不利。 3. 油炸食物 油炸食物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很诱惑人的口腹之欲,但这东西吃着嘴享受了,血管却会遭殃。 长期摄入含油量非常多的食物,比如油炸的薯条、油条、炸鸡腿等,会导致肠胃积累大量的油腻物质。 这些物质容易导致血管堵塞,出现血栓的症状。 除了直接的油炸食物,我们还需小心那些鲜过油的菜,糖醋排骨,糖醋里稀,干边豆角等都要少吃。 4. 饭式脂肪酸食物 饭式脂肪酸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听着比较陌生,但事实上我们可能每天都在吃,它就藏生于蛋黄派,奶油蛋糕,去奇,饼干,糕点,冰淇淋,珍珠奶茶等食物中。 饭式脂肪酸主要产生于植物油的氢化过程,它能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同时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正是引发血压升高、动脉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元凶。 血栓的吃什么好? 1. 柚子 柚子不仅营养价值高,而且还可预防脑血栓、中风等脑血管疾病。 柚子含有生理活性物质皮带,可降低血厌粘质度,减少血栓形成,因而对脑血栓、中风等脑血管疾病也有较好的预防作用。 2. 豆豉 日本老年病研究所的专家发现,常吃豆豉可预防脑血栓,豆豉中菇的含量是小麦的40倍,有良好的预防惯性病的作用。 豆豉中还含有大量能溶解血栓的尿基酶,对改善大脑的血流量和防治老年性痴呆很有效果。 3. 鸡蛋 科学家研究发现,多吃鸡蛋还可以预防血栓的形成,可大大降低患脑梗死和中风的危险。 根据不久前的研究资料,一周吃6个鸡蛋可将患乳腺癌的概率降低44%。 4. 山核桃 研究结果显示,每天使用约85克的山核桃可以使心脏病发病风险降低30%以上。 山核桃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具有滋养和强化动脉壁的作用,能防止血栓的形成。 中药泡水,医生用它来赶走血栓。 1. 桂圆泡水 桂圆泡水可以排出湿寒,天气转凉以后,湿寒体质的人很容易出现手脚冰凉。 用桂圆加生姜两片,经常泡着喝,不仅能排出身上的湿气寒气,还能提高预寒能力。 2. 黄芹泡水 盖善血脂的粘稠度,一旦血脂粘稠,很容易造成堵塞,引发血栓。 常喝黄芹茶,能降低血液粘稠度,通畅血管。 3. 蜂蜜泡水 重老年人一出现便秘的症状,大便不通可能就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所以,经常用蜂蜜泡水可以缓解便秘症状,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4. 五味子泡水 提高预防心血管的能力 保护心脏 入冬之后,人的血管壁开始收缩,进入心脏病高发起。 5味子含丰富的5味紫素,能扩张心血管,增强供血量,预防心脏病。 出现血栓的八个信号 1. 皮肤上出现红色条纹 深静脉血栓在血液大量淤积后,往往会出现皮肤颜色发红或变身。 2. 胸部剧烈疼痛 有窒息感 一般呈现出尖锐痛或刺痛 出现这几种情况就非常危急 做深呼吸时疼痛更严重 还伴有呼吸急促的症状 这时要抓紧送医院 否则有死亡风险 3. 出现暂时性的肢体功能障碍 例如走路歪歪扭扭 没法拿筷子的 4. 血压突生 头部剧烈疼痛 血压身高到200-120毫米拱住以上 5. 肢体肿胀 尤其是胳膊和小腿肿胀 在堵塞大血管前 会先堵塞一些小血管、小静脉 这样这些位置血流不畅 就容易出现血液淤积 造成浮肿 6. 肢体发凉疼痛 当小血管被堵塞时 血液和营养都送不过去 相关患病部位 没烧神经就会受到刺激 造成发痒、发红、发凉或疼痛 7. 出现不明原因的咳嗽 在排除感冒、肺病等相关病因后 如果咳嗽不止 心脏加快、呼吸困难 必须抓紧送医院 8. 男性突然出现性功能障碍 在血栓堵塞大血管前 往往会堵塞一些小的毛细血管 阴经血管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如果冠心病患者 突然频发勃及障碍 请抓紧去检查血管健康 学会两招赶走血栓 1. 记住357原则就能赶走血栓 运动防血栓 最简单的就是走路 走路要记住357原则 3. 是指每天要步行3000米以上 且保证30分钟并坚持做到有痕有度 过分激烈的运动对身体不利 5. 是指一星期要运动5次以上 7. 是指运动后心率加年龄等于170 例如50岁的人运动后心率达到120次 身体极好者可达到190次 身体不好者不要超过150次 具体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调解 如果觉得357原则太难记 那就记住一句话 每天至少快走30分钟 直到身体发热 甚至微微发汗 就达到锻炼效果了 2. 早晚一杯水 轻松赶走血栓 晚睡前晨起后喝一杯白开水 可降低血液粘稠度 对预防血栓很有好处 除了早晚喝水 很多人半夜起床比较多 起来时喝上一口温水也是有好处的 但是尽量不要喝凉水哦 最容易得血栓的四类人 1. 不爱喝水的人 人在一天内 喝不够水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特别是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患者 如果没有足够的水分摄入 血液粘稠度升高 新陈代谢变慢 则容易引发脑血栓 心肌梗死 因此三高人群一定要喝够水 即使没有三高 也应该喝够水 确保身体正常的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 2. 饮食不健康的人 平凡进食高脂肪高热量的人 容易得血栓 高脂肪高热量饮食 例如煎炸食品 肥猪肉等 容易进一步升高 人体血脂 使血液变得粘稠 从而导致血栓发生 3. 缺乏运动的人 就坐不动 血液流通不畅 新陈代谢减缓 这会增加血栓的风险 一天都坐着不动 看电视的退休老人 非常容易得静脉血栓 年轻的白领一族 也需要特别注意 工作的时候 过段时间就起身 活动几分钟 保持血管畅通 防止形成血栓 4. 情绪不好的人 情绪压抑 暴躁 失控 或者长期压力过大 而没有排解的人 容易得脑血栓 因为这些消极情绪 会引起血管神经调节失常 从而增加形成血栓的风险 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棵大树 血管就相当于大树的根一样 血管里的血液 把养分深入到全身各个地方 才能维持身体健康 一旦血栓把血管给堵住了 整个循环都会受到影响 威胁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唐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